以西节书第十七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向以色列家出谜语 设比喻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有一大鹰翅膀大 领毛长 羽毛丰满 彩色俱备 来到黎巴嫩 将香薄树烧临去 就是 折去香薄树紧尖的嫩枝 雕到贸易之地 放在买卖城中 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 摘于肥田里 擦在大水旁 如擦有树 就渐渐生长 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 其枝转向纳婴 其根在婴以下 于是成了葡萄树 生出枝子 发出小枝 又有一大鹰 翅膀大 羽毛多 这葡萄树 从栽种的其中 向这鹰弯过根来 发出枝子 好得它的浇灌 这树 摘于肥田多水的旁边 好生枝子 结果子 成为佳美的葡萄树 你要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这葡萄树 岂能花旺呢 因 岂不拔出 它的根来 沾除它的果子 使它枯干 使它花的嫩叶 都枯干了吗 也不用大力 汉多名 就拔出它的根来 葡萄树 虽然栽种 岂能花旺呢 一惊东风 岂不全然枯干吗 必在生长的其中 枯干呢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你对那悖逆之家说 你们不知道 这些事 是什么意思吗 你要告诉他们说 巴比伦王 曾到耶路撒冷 将其中的君王和首领 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 从以色列的宗室中 取义人与他立约 使他发誓 并将国中 有势力的人辱去 使国低违 不能自强 为因 守蒙约得以存理 他却背叛巴比伦王 打发使者往埃及去 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名 他岂能亨通呢 行这样事的人 岂能逃脱呢 他被曰 岂能逃脱呢 他轻看 向王所起的事 被弃王 与他所立的约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事 他定要死在 替他作王 巴比伦王的京都 敌人竹垒造台 与他打仗的时候 为要减除多人 法老虽领大军队 和大群众 还是不能帮助他 他轻看誓言 被弃蒙约 已经投降 却又做这一切的事 他必不能逃脱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事 他既轻看 指我所起的事 再既指我所立的约 我必要使这罪 归在他头上 我必将我的网 杀在他身上 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 我必带他到巴比伦 并要在那里 因他干犯我的罪 刑罚他 他的一切军队 凡逃跑的 都必倒在刀下 所剩下的 也必分散四方 你们就知道 说这话的是我 耶和华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将香薄树梢 领去摘上 就是从井间的嫩枝中 择翼嫩枝 摘于极高的山上 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摘上 他就生枝子 结果子 成为加美的香薄树 各类飞鸟 都必树在旗下 就是树在枝子的印下 田野的树木 都必知道 我耶和华 是高树矮小 矮树高大 青树枯干 枯树花旺 我耶和华如此说 也如此行了 我能够抛碗 我耶和蝇冷 我那天 我来不念 我来不念